关于这个严平岛海战 我分段来讲 因为事情蛮多的 好多事情 所以我分段来说 这个严平岛海战真的是给 本来不屑一顾 跟那个石围岛风云一样 本来不屑一顾 但是后来真的是应该要学习 越看越有趣 尤其是北韩的主体思想塔 我一定有生之年要去一趟 近年看谁有兴趣去北韩 大家一起过去 现在大陆集合 现在大陆待一下 然后再过去 我再看看 因为也是蛮多事情 比较不好排 最慢明年 最慢明年我一定要去主体思想塔 去那边观摩参观 原因前面讲过 好但是我们 我就来 就引评一下了 看一下这个 一开始 这个汉江市民公园 是当时2002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在搞什么呢 因为我前面讲这个 在那个陈碧录里面 我不是讲过 朝鲜棒的那个 小人部署 两班对立队 而且很多花招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集体的要搞一个花招 就是他们一定要变 先进国家 他们快赢了 因为那时候 刚好跟中国大陆建交 他的气势上压过 就是跟大陆建交之后 又赚了很多钱 气势上压过北韩了 他们想要再更进一步 就是在各个方面 把主要就是 撸给你中国人看 当2002年那个时候是 江还没下 要下了 还没下 快下了 要进入到湖的时候 还没到 还在很腐败的那个阶段 然后那个时候 北韩金正日吧 非常的不高兴 金正日非常不高兴 就是你那个 所以那个时候 他对中国颇有怨言 这是应该的 因为 就是说我陈碧露的那一幕 那个党争 只剩两个人 他还是会坚持嘛 党争 分裂成两个党 嗯 你变了 你变了 宋朝文天祥说 拔剑斩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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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足球踢得很棒 韩国要变世界超级强国 发达国家了 继续压 压过头嘛 可是 他们又没有什么能耐 在其他地方 你根本就没有主权 你是美国人控制的傀儡啊 那就是除了经济方面 然后搞一些反北韩的行动剧 他那时候也在玩行动剧啊 然后跟中国联合嘛 搞一些 来刺激北韩的事嘛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很疯狂啊 我们干脆再把 那个足球体坛给他拿下 拿下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前面讲的小人部署 黑哨 这各位知道 在这个背景之下开始的 进入到严平台2002年6月29号 那个时候我刚好要放暑假了吧 放暑假了 大学三年级 要升四年级 还没升四年级 要放暑假了 但是我大学读了五年了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浪费什么时间在上面 我现在回想起来很痛苦 不过那个时候 就是20年 就是这一年 当年 也是暑假 我开始写次议原理的第一挂了 大三要升大四 有两三挂了 开始在思考那个意 阴阳的东西 事实上想不通胡说八道开始 但是至少你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嘛 我回头看我自己啦 至少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胡说八道 因为一般人连胡说八道都没有嘛 所以你永远得不到嘛 至少我2002年 大概也就是你们延平岛海战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 开始想要胡说八道了啊 那 终于真正敢讲 终点站在哪里 2024年 就今年啊 六门相对论的最后一挂 最后一段完成 拼上去了 是四项道 完成了 哦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一路的旅程啊 新思考传统的那个 心领神会的阴阳学的旅程 2002年启程 2024年到达 有点像星际旅游一样啊 哈哈哈哈 我可以用一个星际旅游的场景来 来写这一段路了 可以写东西很多啊 而且都是很有内涵的 亲身体验嘛 啊不管回到这里啊 那个延平岛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准备要启程 要 南韩启程要压北棒啊 南棒启程要压北棒 北棒也启程 等候他也很窝火啊 他绝对不能输啊 这也就是北棒 所以我就讲了真的下去跟 那个 平壤的那个主体思想塔学习了嘛 我讲过了嘛 他一 延回之国嘛 陈碧露 影评陈碧露的时候提过了嘛 一单是一瓢影居肉像 人皆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为什么你中国变了呢 啊 对啊 你是指下还是指控 啊 他是延回没问题 第一弦人 孔门第一弦人 事实上我也讲过 共产主义基本也就是 儒家思想吧 王茫主义 这我提过很多次了 所以他也是真的 集体练出那个功了嘛 所以最近我在把那个 论语拿回来啊 把论语拿回来 我祖父写的论语 我沟里面的小人部书 把它拼凑嘛 从我陈碧露讲 那个用在这里 又刚刚好 又硬 代表他们还在执行 啊 啊 阎平岛 开始了 他们先到阎平岛发现有 双方的军舰都互相来来回回了 啊 他们空中在调查 啊 好 来来来回回 然后同一时间 你看那个 哈哈 一群棒妹 还在红魔鬼 红魔鬼 你看那个时候就是红魔鬼 我记得红魔鬼啊 我记得红魔鬼 那个时候我妈妈 在隔壁 就是 我那时候还在隔壁 这边还买 我还记得在那边 我一从那楼上下来 说 他就说 说那红魔鬼 那个 他们 南韩现在很 很亢奋 很飙 很厉害 那个时候还 还会被他所获 就是说 还祝福他啦 因为同样都是东亚人种啊 你们踢到 把欧洲四足赛踢爆 我也是 大家也蛮高兴的 可以可以 还蛮高兴 不要不要 只是他的方法 让你吓一跳而已 小人不输吧 南韩跟北韩 当年同步练过陈碧露了 所以他们也会啊 只是他们现在是 在美国控制之下吧 有些招他不能用啊 所以他这红魔鬼啊 那个时候我记得红魔鬼 那个时候我也有注意 那个红魔鬼 后来知道是那种魔鬼 那种魔鬼 对了 我这边再顺便提一下 我的那个破幕也是韩剧 破幕 但破幕我不能公开的啊 破幕呢 我不能公开 因为那里面有票啊 这个是好玩 没有票的就公开 红魔鬼 看到这一幕 我就想到当年的红魔鬼 他说韩帽 真的是宇宙超级所向无敌 世界震惊啊 世界震惊啊 那后来我表弟是一直骂 骂 因为他们开始放黑哨之后了 我想说红黑双怪嘛 红代表就要有黑怪 红外表红里面就黑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 他故意用这个红潮 来刺激北韩啊 标游看不出来 你们搞红魔鬼 当年搞红魔鬼 就是这样 刺激北韩用的 你们只适合 当我们的足球 足球在南韩 就是足球而已 里面包的是一个黑 你们红色 就只是个我们踢的 我们踢的 他那个 他北韩一定很领悟到啦 因为小人之间的那个部署 我前面陈碧露讲的很经典了嘛 你稍微有一点扭捏 他一定会议会到那边去嘛 所以我陈碧露 我也提过那个美国人来这边撕海报 为什么到最后都把他打到 躺平送飞机回去嘛 然后刚好计算到下飞机就死掉了 那就是中了北斗神拳啊 他他他他他 我那个心理独白 我在陈碧露也有提过了嘛 他马上这里他也会议会到啊 你下一步想干什么 你们踢红魔鬼是干什么的 哈哈哈哈 北韩北方一定马上想到 立刻醒悟 好 让你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红魔鬼 踢红魔鬼啊 啊他马上 醒神啊 对对其实这个斗争精神要抓起来 那你 南韩就气焰之后来经过这一场就被压下去了嘛 被压下去了 被压压压了一阵子那主要是中国没有配合好 所以那为什么北韩会 北朝鲜会一直对中国有很不满意 但是联合军的司令在宣布停战了 在南韩的这个电影呢就在讲为什么会有延平岛风云 他认为说海岸线原本 海岸线全部都已经被联合国军拿下 因为在韩战的时候中国那时候没有海军嘛 只是从陆地上面打的平凡球射 可是 没有海军所以被压过来 这里面还有一层原因 并不 那个只是直接原因 还有一层间接原因 那那个就不提了 那个我就不提了 所以当时划掉划定这条线 北方界线 基本就是他 北韩觉得我吃亏啊 应该全部都要归我的 为什么只有这些界 所以他还有一些靠近北韩的那些岛是南韩控制的 但后来他海军一直很弱嘛 只是路上占优势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来更硬 要超强硬对强硬嘛 尤其你们开始踢红魔鬼了吧 好 所以他说在北方界界所有 可是南韩这边的电影却说是北方所有岛屿 让给了中国与北朝鲜 还认为他自己吃亏 棒子一定是这种心理了 他开始就进入到 一个洒兵 新兵 来 来这里 来这个船上 来这个船包装 这个船就是后来的主力要打的船了 来看他睡觉的地方 然后当时你看这里 这是他们的睡觉的寝室 但是他们正在看那个电视 就是娱乐中心 他们看电视 疯狂的在那边嗨 红魔鬼 红魔鬼 那就是踢了一 红魔鬼踢进一球 就在那边自嗨 可是事实上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你看他这个行动剧 后来台湾就喜欢玩这一套 自己搞了一个新闻出来 然后自己在那边嗨 我赢了 我赢了 那现在这一套也越玩越无效了 乌龟王八玩的一定是会越玩越无效 对他怎么样 好高兴 我赢了 我赢了 可是另外一边 他这边讲说那个船上 在那个嗨的当中呢 有人呢 很警戒 就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 都是和平发展繁荣嘛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就带着个风啊 那南韩认为你北韩一定会怕啊 那你 我就踢个红魔鬼啊 那我和平发展繁荣的势头 引你到最后就是我统一你 他一定是这样想的嘛 那你这样想 北韩也会知道你是这样想的啊 回忆陈毕路 那个心理独白 他一定知道啊 这就是 把论语的 那个 小人步数练棋 你就会有这个神功嘛 一定是十十五寇啊 这才真的是那个葵花宝典 我跟你讲 怕怕还是辟邪剑法都可以哦 怕怕 而且你不用阉割啊 就有了 就是要练棋嘛 这论语里面 论语就是你的那个 那个武功秘籍 北韩就这样来练的 北韩就是这样来练的 所以反正共产主义 他也 他大概也领悟到跟 就是儒家经典无疑了 所以他就拿这个来练 他可能不知道我讲的这个详细因果 但是他可以这样议会嘛 他可以把这个当做议会嘛 那他原本祖先练的功 他们就继承嘛 然后再想办法练得更强一点嘛 所以你贴个红魔鬼搞了这个 马上知道南韩怎么想 那南韩就会反过来想 你会知道怎么想 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就备诈 在这里 他知道说北韩一定会不爽的 要备诈 那他知道你 你的不爽 那他也会知道 你们同样都是 陈碧露练过来的 论语里面的那个小人部 是练习的 那你看那个功力有多神 所以 那这个很警醒的那个舰长 就是伊永夏 这个讲的伊永夏舰长 这个是他们那边的 那个机械长或老士官 他们那个兵制大概跟美军 台湾的军队也是 差不多的一个兵制 老士官 他们就开始在那个舰长 一堆他们海军的所有舰长 去开会了 司令部的会议室 凭着海军第二舰队 那个基本上 当时的南韩的海军实力是比较强的 因为美军给他的各种恐惧 可是那个时候连大陆 不要2002年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的海军都很弱 不要讲北韩了 连大陆的海军都 2002年那个时候都很破 那时候不是才要买四大金刚吗 好像是吧 我不知道 但是已经开始在设计 现在的新一代的战舰了 只是生产力还要再跟上来 就是造船的那种各项的环节 要把它凑齐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海上开始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通常都是南韩占优势 然后你看那个地图 南韩是这样画 对不对 那北韩是直接 除了那个岛之外 他把海域画过来 然后那个岛他十字没控制吗 但是他那个图就很不自然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他那个地图 那边西边的那个岛 旁边的海域全部被北韩画过去 北韩认为这是我的海域 你岛只是孤零零靠南边 那一条线补给过来 除了岛之外 周边的海域全部是我的 小人路之间的那个 那个斗一定是这样子吗 南韩认为那个统统归我吗 既然岛屿归我 北方的那个海界归我 就画到你的那个前面吗 那他认为 他也画到你前面 你只有这个岛旁边的海 全部是我的吗 但是因为北韩的那个 海上的实力比较弱 所以他只能在这个方面来绕 但是他绝对不落下风 就是你看他说 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交战了 在会议室的时候 他们回顾1999年 2002年回顾1999年 那时候我刚上大学 原来我刚上大学你们就开始打了 因为他说北韩你发现 老 老江很腐败 没办法帮他什么 所以他还要靠自己 为了提振全朝 北朝鲜的一个精神 一般是一瓢瓶 坚持到底 所以绝对不能让南棒子的某一些方面 气焰压到过来 压到过来 他就有有借口 有方法可以渗透 可以恶搞 绝对不行 那怎么办 要用这个方向先来做一次反制 带上去来增加火力 这厉害 后面还有 我这边看到这个坦克上剑 这一幕 我们讲过 你们都是练过陈碧露的 那个户统的 那个葵花宝典 论语要拿回来了 这个论语这一部 我好像有讲过 这是我爷爷写的 但是他封面被当时的一个叫马超骏的人 我好像以前介绍过这本书了 那这边是这个 里面是这行 这行是那个 我爷爷 我主妇的那个 后面这个章是我自己 在十几二十年前盖的 十几年前 快二十年前盖的 十几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来盖的 那这本书是民国五十一年 1962年 62年出版的 你看他发黄了 很旧很旧 1962年的 民国五十一年 那个时候他出的第一版 那是《论语新权》 那这个 现在可以看 这是葵花宝典 里面关于小人的东西 我把它列出来 我准备可以延伸一个短篇著作 就是《君子小人难辨经》 从这一本 1952年《论语》 可以变成一个新著作了 《君子小人难辨经》 这个 你别小看了 因为我看到这一幕 坦克上剑 我不是讲过那个 不匕首吗 那个 你 党争内斗的时候 你跟我 我就一直狂统嘛 阿弥陀 阿弥陀 因为他知道你的阴谋 和你邪恶的心思嘛 像你那个踢红魔鬼 你那时候 他就很明显的知道 你南韩准备 用这个来展示自己的强势了嘛 综合性的强势嘛 你吃美国鲜丹嘛 大量有那个综合性的强势 包含你战舰比较优秀嘛 那你踢那个红魔鬼 还有那个什么 当时的韩剧 韩史 韩流往中国弄 他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吗 这我绝对不可以输嘛 我要先主动挑衅嘛 可是他海上海洋军舰不够怎么办 上坦克车嘛 这他他创新的地方 这是他的红魔鬼啊 他知道你的阴谋玩不过你怎么办 阴谋玩不过你 你已经被威压了怎么办 拿独地手一直捅嘛 趁着不注意的时候 疯狂独地鼠 而且刺进去了之后 又来个鳄鱼翻转 鳄鱼的死亡翻转 就这样一直钻进去 金刚螺旋飞拳 这就是他坦克车 就是他的那个金刚螺旋飞拳 厄云死亡翻转 他99年就先打了一次 他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剑炮怎么攻他 他多想要南韩棒子死 他知道你邪恶用心嘛 所以这个要学起来 因为他这个 能够有这种创意 一定是把论语读 当中的那个小人部数给他 练起才可以有这种神功 才可以随机应变出这种神功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去主体思想塔一次 那个主体思想塔呢 对了 你这一部分是觉得赢中国人的 这个儒家经典 在那边彻底显现 彻底显现 那里面他是练了另外一个路数 要把它学起来的 我就认真学 然后这边你看 南韩棒子还一直以为自己强势嘛 但是他质疑说 你可以包抄他 为什么不能率先开火 因为他那边的那个 长官说了 我们现在是绝对的强势 我们军舰比较新嘛 综合的实力又比较强嘛 感觉韩国经济上来了 还可以把韩流 抄到中国去 你北韩就开始害怕了嘛 那为什么我们不现场 就直接对他开火呢 因为他们上面的人 你被美国控制 他指挥权是美国的 所以当然下达命令是不行嘛 还有一个漂亮的女舰长在这里 他们还 一定要有一个漂亮的 那个女演员 因为那是用来被上用的 演电影一定是 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在前面那个 我在讲那破幕那一集的 因为破幕那一集 你要跟我要我才会贴连结 但我 不会公开的 而且我要看人贴连结 因为那里面有 有一点票 那里面我有介绍 我在澳门见到的棒妹 澳门见到的棒妹 很有意思 他真的是 我这边可以再略体一下 长得就像这种漂亮哦 然后 他讲那个韩语 不太懂中文 他帮我按摩的时候 他说别人说他是假的 假的韩国妹 日韩比较贵 所以他只是为了要贵 我说你是中国人或韩国人都不重要 他就很高兴 就把他上衣全部脱光了 胸罩里丢了 他决心要下海 我说哇 豪迈 当场我就加强 我从来没见过 那么漂亮的女生 可以那么豪迈的 不像 台湾跟大陆的女生 多么做作 多么做作 他不做作的 棒妹有好处 他都不提 那是题外话 那个 他这边就看到 平常都会 打到照面 互相都远距离会看见 北朝鲜 那时候 他不像台湾的这边的那么鸟硝 因为南韩他 实力不输给北韩 所以他 不会那么鸟硝 他看到西海 他们在西海高速战舰基地 他们会对峙 因为他船又比较多 结果他晚上 他们这些就开始在吃这个 偷吃 这我们以前好像也有 这叫做偷心 偷懒 自己聚在一起吃泡面 就被长官看见 这是一定会看见的 全部就开始把福利挺身 就说你们 平常不注意 就会恶搞 这个我以前当面的时候也遇过 遇过 偷鸡摸狗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 这种偷鸡摸狗 常常会被 偷这种小鸡摸 这种小狗 很容易就会被罚了 很容易就会发现 可是真的是摸大鱼的 很会找李勇去洽工 在后面在搞鬼的 他们不一定抓得到 我以前当病的时候 96年进去的 就遇到两种不同的偷鸡摸狗 聪明的跟笨的 这是属于比较笨的 吃个泡面摸个小忙 被罚 他那个是拼命的 借机会报病号 出去摸 帮忙买东西 巴结哪一个士官 然后报病号 出去摸 摸鱼 最后被连长逮到 那还是新军中心 新兵时期 下了部队 也有这种人 那你根本管不到 所以这个是摸小鱼 摸小鱼就容易被罚 然后这边你看 他那个时候还要用 那个收讯无线电 为什么他们就要看 看那个 看那个红魔鬼 结果他那个舰长就故意在他 他们在看那个电视的时候突然就要吹紧急集合 全员 全员进入战斗状态 那是故意的 就在代表意思他是在讲说他比较有警醒能力 醒神 结果这个时候就发现已经很奇怪的是就有三艘船 就等于是他们的北韩的渔船闯进来了 马上被他们的军舰看到了 说你侵犯这个南韩民国的领域 结果他喷水泡嘛 这边就砸那个东西嘛 狗砸走 他故意被抓到 他就说 你们在南朝鲜 你就这样对待渔民吗 其实他这个是舰长 就是北朝鲜的舰长 故意来刺探的 刺探你们的虚实 他就把他也拿着枪指责他 他也不怕 我就说这很有永虑 这也就是我前面讲的 他一定要 那种 到底我想要你死 他才敢来嘛 但怎么可能敢来 他敢来就是我想要你死嘛 那我就敢冒生命危险来嘛 知道我往哪里捅才行嘛 所以他说他这边 被指着枪的时候 他 自动就假装渔民嘛 化装成渔民嘛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在海上迷失了 然后他只瞄一眼 眼罩被拿下来 瞄一眼他马上全部记起来了 记起来你有什么虚实 然后说他发现他是渔民 你这样杀人也不对 你这样子 烂杀的话可能会激起冲突 不对好吧 放走 他就发出广播了 放走 放走 他们坐船回去的时候 他就露出他确实是 是舰长了 他说他们的炮精准度比我们好多了 然后你要怎么打 因为他看一眼 他就记得所有位置了 他有经验的舰长 所以这个是厉害的 要多一点这种人 然后他回去就 这边讨论了 要怎么 怎么对付 你看他这边故意把北韩的那个指挥官 讲得很 穿得很西装很油腻 这是你们南韩的人才这样 说他就感觉他像是个买办 买办是你们南韩的 北韩是不会有的 从事后证明 中国大陆高层被腐化的很严重 他们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什么 为什么从小布什的前起 还有到那个柯林顿到小布什 一直很想打北韩就这样子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计划了 中国大陆腐化可能可以做到 因为那是官人与好坏时期 他认为腐化可以做到 他认为十拿九稳 但是一个最硬的硬查就是北韩 因为他练了这一本神经 然后我也跟你讲过 共产主义其实是儒家思想 王莽的儒家思想 所以没有离开嘛 所以他们操作这一本经典 是不会有什么思想障碍的 里面的小人精 全部把它练会 然后全部心连心体连体 围绕在主体思想上面 紧密结合 只要任何有一点瑕疵不对 就会疯狂的捅刀子 真的是这样 你那个 真的是老鼠吃大象 因为你遇到这种巨大的阴谋 还有巨大的这种渗透 还有那个腐败的那种情况 你要比他更险恶才行 险恶到极限 他因为他要渗透破坏 你要建立阴谋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流程 背后有一个很强的抵局 很强的那个骗局和假象 那西方文明对从清朝后起 对中国就是使用这种文明假象 所以你看那个很好玩 就是一个现象 就是我前面讲的大年脚本 你第四门的优势 就是制造文明的各种不同的面向 然后可以虚虚实实 可是你到最后遇到 你自己遇到灭门战役的时候 别人累积了各个门的那个票 我讲过了 犹太老的那些票 操作出来 回来给你就运用大量的假象 来骗你的单位 所以他就可以制造 从清朝后起一直到 现在共和国 还有很多人被他的文明假象欺骗了 感觉他是强势 他是优越 他是灯塔 你就昆虫飞往灯塔 事实上是个巨大的骗局 包含什么民主自由 那些通通都是骗人的 你现在一个个拆穿 但是这种东西 去对 这种 把小人精练到极限的这种 回花老脸 你是无效的 你骗不了他 你任何一个机关心眼 一个扭捏 我不是讲过 一个扭捏他都 能够体护出来 更多忘你这个东西 那他破你也很简单 因为你是一个复杂的流程 你渗透 培养一个高等级的内建 要很久 他只要一个人拿一个独臂手 疯狂在你背后一直捅 靠近你 像打死那个 调警辉他爸爸的那个 调政席的就是这样 就一些奇怪的人就 砰砰砰砰 然后他说他要投告你 美国 你养了那么久的 人就可以被砰掉 他基本就是 就把你砰掉 那你 谁成本大 那你只要很多个这种 会统匕首的这种 这种那种心眼的 极限的那种君子国 那你根本身后不进去 你只要进去 你看 所以上之前不是 我之前应该陈毕丽维讲了 你四个海豹 就会被中 北斗神权 四个海豹都会有 北斗神权 这主体思想塔 沿回之国 我一定要去参拜 我说我是恭敬的心来 来学习 那我要看看 我要看看找一些大陆 哪个朋友的可以过去 所以他这边 所以他指挥了不可能买办 他这边讲就是说 他准备很火大 准备来开火 他说看到南韩那么嚣张 一定要错他锐气 要揍他 要找一个独立手 那就找那个 刚才那个最厉害的舰长 但他要冒比较大的嫌 他愿意啊 因为他很恨南韩人 能够杀掉南韩人 什么都好 好 这就厉害 然后这边还在嚣张大韩民国 还在那边红魔鬼 还在那边踢甲球 这跟他的心态 跟台湾的心态一样 搞一个假象 那时候买黑哨搞假象 全民自嗨嘛 自嗨嘛 然后最重要看 他也是目标 也是看能不能骗 骗到中国大陆 因为他只要认为把中国大陆骗到 你北韩的气势就下去 后来有一阵子真的是这样 那也是 邓江湖害到的 还有习的前期一些人 邓江湖还有习的前期一些人 只要直到那个后面才摆脱了 然后这边 有舰长说你们的船员怎么称呼你猫啊 就说反正就叫叫他 反正很恐怖 我觉得就有这种这种的 我以前我当面也遇到过啊 然后这边 接着继续啊 他这边说要靠近敌舰啊 双方第一次照面紧张还没有开打啊 但是北北韩那边已经想要开打了 想要宰了他们了 只是还是先互相试探当中对峙啊 所以双方靠近离舰 然后这边就有人很紧张啊 虽然都双方都还没有开打 但是 已经是这样子对峙 而且很 很很很迫近了 结果就有 新兵白痴啊 掉到水里面去了 掉到海里啊 这掉到海里 他当然现在是 马上就可以来救了 因为不是战时 如果是战时的话 你掉海里不会有人理你了 因为 那个那个已经战时了 开战了 掉海里就掉海里了 所以那个水上的舰艇就是这样 你们可以看那个什么 我记得之前看他们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他们那个美军舰队前进 行军而已 还没开战哦 有人玩泰风掉下去了 泰风掉下去 后面应该会有人救他嘛 他说不会 你就在大洋上吧 大家都要赶时间 那你这个 他现在还可以可以救 因为只是平时 代表还没有 双方都还不知道下一轮会开打 现在就还把它救出来之后 用一些事件可以掩盖过去 但是你可以从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一股气已经不一样 气流不同了 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 因为你前面好几次会面都没事嘛 发生几件事情之后是征兆 然后征兆之后 在后面 在会面还没有打 但是那个气流你已经感觉不同了 对方已经有点很窝火了 可能下一次就会出事 他还是不知道 因为反正他在那个情况 在当时那个时候 南韩还是占了很大优势 关键就是中国的态度 他们就逮到这个嘛 你就说那个陈毕录的那个影评 延续到这里 我那时候讲说南北韩之后也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一直一直延续这个心态 他把这个南北韩的斗争当党争 他的心态上是党争 他们内部可以有党争 但是现在是轮到南人党跟北人党 这一个局 南人党 北人党 他们还是要用同样的心态 只是有武装 民意上是两个股 事实上他们还是同一个朝廷当中的一个情境 你看到对方的党人 像是南人党 北人党 我那时候不是讲一定要消灭南人党 原本他们同样是东人党 当中分裂出来 南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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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斗争是他一定要玩 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很有用 这个名字可以拿来这样抄 很有用 因为那个小人修逻辑 只要练成了小人修逻辑 他是怎么样都渗不进去的 那个小人之间的那个同档 后来发现这个物质是很紧密的 哪怕是外面的假象 外面的胜进来收买 胜出来那个细胞 他都可以做他做有效的把它处置掉 有效的割喉 这个真的是要学 因为必要的中午必要的时空 画出结界也要有这种的 小人修逻辑 你会修出颜回 颜回会 会在当中 所以整个那个 阴阳棋牌轮一排 把孔子七十二贤人拿来 颜回会出现在哪一个情境当中呢 就是出现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的境界 原来底下是一群 小人的紧密 有点像那个钟子星 白矮星钟子星如此紧密 你怎么打进去 你不能 你除非是外力暴力去摧毁 你用那个假象跟那个什么东西 是没办法的 假象渗透破坏 那个是 所以我说这部经营要弄出来了 那个颜回的境界已经可以在那边 这个中国人 你反而我前面也讲过 一直都做不到 你一直到最后 最高等级就只供了 你玩不下去了 群体 我想群体意识来讲 群体的那个区域的 你那个布局 对中国来讲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的盘面格局很大了 你的人数又很多了 然后又有各个不同地域之间的那个意识 意识又不同 然后又要统一在同一个 之下 然后又有一个 纵向的时间变因 还有很多外界的触角 所以你要用到这种 很难 所以当的时候我猜大概就是让他们练了 那如果必要的时候 我前面好像很久以前我以前提过讲过嘛 万一有什么不行 你要去拥护金正恩就这原因 如果是渗透破坏的最后一步 那是必要的时候 渗透到那一步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找金正恩让他 让他来 因为他那个 他的核心是绝对稳健 哪怕金正恩本人很腐败 都没有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为什么在整个北韩 就他特别胖 然后也就他一个人去留学嘛 他留学回来之后 那为什么他的那个大哥金正恩 他本来是金正男吧 他有两个哥哥嘛 第二个哥哥腐败掉了嘛 就没有他的消息 那他的大哥不是 搞跟中国大陆的那个 被渗透的高官 搞得很紧密嘛 你看上去好像跟中国人紧密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要 他的那个长子金正恩 金正恩机会就这原因 因为他已经知道 中国大陆的已经开始变了 你变了 你看是不是跟那个 陈毕露的那一幕 你变了 他的儿子跟他在一起的 他就不要了 那不要的话 那你要三儿子 说是从瑞士回来 你说会不会被西方渗透 肯定 不然不会那么胖 可是那么胖 回来坐上你这个位置 他大概也才发现 我就让你一直胖下去 为什么他坐在那个位置上 一直疯狂的胖 大家宁愿把那钱 全部喂给你吃嘛 但是 你不能够要我们听你的 要去什么 放开啦 然后那时候中国大陆 不是还有一些什么 你也学学我们啊 改革开放啊 放开让美国人搞啊 登江古时期的 玩小丑好了 他坚持不要 哪怕领导是金正恩 也是瑞士回来 那个你应该为他吃的肥肥 让他养的 那你供应得起啊 那怎么会供应不起 你一个人能吃多少 但是你就是不能让我们底下人跟你一样啊 所以大家都很瘦 你看的时候 他拒绝跟你一样胖 拒绝一样 因为变胖有什么难啊 多吃点米饭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也没有 你说平民 阿龙是说你吃不起这胡说八道 那你那旁边那些高官的 其他高官 为什么还是那么瘦 跟他一起出来 出场的时候 不是那个导弹那一幕吗 一出场左右有哼哈恶架 那你哼哈恶架也应该胖啊 这有什么胖乌起来 哪不胖 哪不胖 坚持不胖 然后周边你看 那个北海的那个岳边 还有他们的 官员说 就只有一个胖啊 为什么其他的没有 没有一起腐败 没有胖啊 他们都是已经 聚集延回的功力的 你怎么胜呢 你今生 腐败也没有用啊 要学 所以我看到那个 我就要参摆主体思想塔之后 要写这一本经嘛 要跟他们交流了 我们有一个很大目标 你们有要去的 接着通知我 有想去的 师兄能跟着去是最好的 他微信跟我讲 他去过一次 但他近期没有这个行程 右导弹 他去大概是跟党的安排去的 所以他去一次 这边是右导弹发射台 那他这个就是他已经 在看说 北韩因为他海军不行 空军不行 他可能就是用导弹来打 他在用卫星图 你看这个都是 小人心态互相在拆 可是大部分南韩呢 就是认为我用这一套 已经是可以让大韩民国占上风了 占上风了 那他就疯狂了 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2002年那个时候 0304 后来一路嚣张 后来就演变成下一步步骤 就是韩剧嘛 阴阳怪气 阮男 粉末 都来中国大陆在农村 后来去年啊 二三年的时候被驱逐 不是吗 韩流退掉 彻底把它斩断了 那代表北韩的 亲近的那个声音 已经开始出现了 也就这一两年了 这一两年的事情 大陆已经醒悟 都要继续跟北韩合作了 把这种南韩的这种 虚假的那种外在诱骗 这个引外在的诱骗 来骗自己人的 那个最早的是谁 最早的是李鸿章 我讲过李二先生嘛 所以他其实是个很烂的人 但是 我在那个 黄大五千第三户 以及我前面有讲 他那个李二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个李二计划 通过他这条线过去渗透的 可是问题是 这就是两商嘛 我讲过 这是两商 双面刃 你要胜过去一条路 可是他在这条路完成之前 你自己要让李鸿章 拿着老外的那些假象骗自己人 那这些损失怎么算 所以当时你可以看他 他在历史上的评鉴 都是跟那个勤快 那些奸臣 或者是王精卫 这些奸臣是同一类的 是同一类的 只是看那个特殊的时空 你怎么用他而已 但是 这种情况就是拿着 那你看 到了这个时候 韩国人都拿这一套来骗你 骗你中国人 从红魔鬼就是这个现场这个时候开始 那时候他 拿什么寒流 寒粉 寒棒 而且还只是半个寒棒而已 以前整个寒棒也只是 中国的附庸 你先拿着半个寒棒 那就是 你可能吃这一套 他就来这一套了 你看他这一套 来骗北韩 骗不了 他只拿这个来骗中国 来撸北韩 这样就把你包围起来 鼓励起来 所以你看后面 他们 有很多奇怪的专家学着 这可见 这就是一个计划跟阴谋 整个是连在一起的 美国人教他们的 陀螺一告诉他们的 因为你就用这个方向来骗中国人 因为过去最有效 有很多中国人会上当 那 分裂他们也好 分裂中国不同派系也好 所以他们就 这样搞 所以你看那时候有很多韩国的学者 在香港 他不能直接到大陆去 他在大陆之后 他讲那个没有用 他南韩棒子 他就在香港跟澳门 香港的一些节目了 拼命的讲 要 北韩没有存在价值了 北韩可以消灭了 以现在这种情况 根本就不需要战略前沿了 既然没有战略前沿 你为什么不是你南韩灭亡 要北韩灭亡呢 那时候我就看看 还有很多香港 那个时候 十年前了 那时候很多香港的人就附和他们了 附和他们了 弄出很多妙论 他就是 你看他的大韩民国的心理 是不是跟中华民国乌龟王八 很类似 都想要拿外面的东西来骗你 要渗进去 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看清楚这个东西 我的著作没有 调整好 就是缺陷缺点在这里 所以他就是要拿这个东西来骗你 骗了 你内部就开始松动 就开始害怕 因为 从清朝末年开始 因为那个李鸿章拿着老外的那些洋务运动 拿着这个洋务一直去唬中央 唬到最后一直被吓了 看到他们 哦那么强啊 我们还是接受 一接受就听他的话 然后就上当 就上当 所以那个 这种情况 那个时代或许还需要李鸿章 你反向渗透 李二计划我提过了 但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是我强了 我还需要你这个吗 还需要被你虎吗 那成本很高呢 被虎了之后成本很高呢 所以他们 那个时候 2002年的时候 他们正在 做这个奸计的时候 北韩就特别醒悟 他一定想到 所以这就是他比我们 还要 了解快速的地方 就是 他知道你南韩搞这一套是为了什么目的 绝对不是为了什么 什么我现在过得好的 那个他就是想用这个来唬住 让中国人唬住之后 你孤立无援 我就有机会跟着美国老来收拾你了 党政一事一经 是要叫斗到千秋万事啊 他们的那个 是要斗到千秋万事 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一枪一弹 一人一弹 哪怕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千年 一万年 我们还是要殲灭百人党 他要消灭男人党 不管外面怎么变 他们那时候就 那时候可能很少中国人就发现 他这个特性了 他这个特性 所以不铁爸 但是他们这个特性就有个好处 所以有时候你斗争就到这样子 画下时空结界 一直拿刀一直捅 用各种方法一直捅 而且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 坚定一致 不管你怎么变 我跟你斗到千秋万事 一刀一刀刮死 所以北韩那个时候 现在就知道你们想要这样搞 他也要来嘛 给你一个 所以你看他在这边 拼命吼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这个男棒子的那个电影的表演 只是以为说 南韩当时这样搞 是 是只想过好日子 是北韩来挑衅 事实上错了 事实上错了 南韩那时候这样搞也是有阴谋的 也是有阴谋的 他只 那北韩当然很清楚你的阴谋了 他没办法玩这一套呢 他就准备来 给你研试看 所以他把那个船舰盯得很 很坚固 可是你海军实力又弱了 怎么办呢 然后南韩突然发现 哎呦 这个坦克又上舰了 你看这一套 望远镜看到一艘坦克车 坦克车会在水上跑啊 我第一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也很讶异啊 他的船那么难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弄 而且他把他焊死了 他知道说坦克车要是前后 撞击移动的话会压到自己人嘛 所以他把焊死在上面嘛 焊死在上面之后 他就拿来当炮塔用了 但他那个坦克炮的那个射程可能 有问题 但是他的那个坦克毕竟 他不需要新的系统了 他旧系统就可以用了嘛 多么想要你死 这一艘战舰又出来了 而且旁边你看挂了很多东西嘛 我就要给你颜色看 你们喜欢用那个虚假的东西 骗不了我 想骗中国人嘛 抄我的后路嘛 我就前面给你颜色看 双方的战舰 这是那个时候南韩的战舰 你看南韩战舰就花里胡翘了 看上去好像火力很猛 但他那个好像只是一个机关炮吧 你看还有一个炮座 还有玻璃窗 看上去好像很强的样子 然后打打就知道谁强 就是我讲的 你要有那个鳄鱼的死亡反转 就突然一直一直扭 扭到最后在这艘船后来 当然是被击沉的 他就这样扭死你了 好 他那时候他们就开始监听嘛 一旦下达发炮命令 我就会发炮 就是上面 这边紧急战斗状态 紧急战斗状态 然后马上他们的舰队就开始监控了 你看南韩他哪有放过你北韩 他不会放过你的 北韩也知道你不会放过我的 你那些东西表演 事实上都是为了要欺骗人的 要抄我的后路 所以他们在紧急 那时候南韩还以为说你北韩不敢打 你不敢开火 因为你比我弱 你不敢动 那你就错了 他已经摸好你好几次摸好你的轨迹之后 结果他发现他的炮位都有点变化了 炮声反转都指向一处 看来有些蹊跷啊 他要盯着一勺把他打下去 因为他这南韩的转比较多 会包围他 所以他加固说装甲之后用一勺打就好了 我一笔把你咬下去 所以一开始他就先动手 先声夺人啊 而且打你他的那个驾驶座 没错 这就是鳄鱼死亡翻转 他先抓住你的那个核心的驾驶座 瞄准 而且他就是用坦克炮打的 他这个坦克炮还真的是改装的 你看 哎呦这改装的真的是很赞 我真的这个这个这个真的就是那个 我讲的他知道什么环境之下 什么东西是独匕首 然后这边同步 因为怕火力不够嘛 都是陆军的东西 你看到没有 他那都不是海军的东西 陆军东西这边用机关枪扫 叮叮叮叮叮叮 你看他这个眼神很好很好玩 这个演北韩的这个 可能当时就是这么凶恶了 他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刮嘛 而且他的那个杀意那个念头 我前面在讲俄乌战争的时候 我讲那个战意那个念头 其实在斗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你困不得对方马上死 的那个你会把你的战力会拉伸 所以要有这个坚定的意志 他就远远的他 然后他这边过去看就发现两艘船 已经开始在交火了 他这一艘船他就拼命的只咬着这一艘 就刚才那个舰长的 双方他开始反击 可他这边的装甲比较厚 他事情准备好了嘛 他知道要开打嘛 船比较破 但是他装甲比较厚嘛 双方就开始炮战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早期 他们的那个炮战 包含那个十围岛互相去杀对方的领导人 那种豪迈的神情 比两岸生猛多了 你台湾是个乌龟王八 就没办法搞到那么生猛 所以那823炮战我打过讲过了 823炮战双方就开始有点假的念头了 就是单打双不打 那后面就变得关的你好坏了 那现在又要紧张起来了嘛 两个时段过去了嘛 最后时段现在紧张 紧张起来你看 台湾这边就不还手 哪怕你已经进入我的海域他不还手 他就不像这么豪迈 他宁愿龟说 他宁愿龟说 你偏偏绕 他就只是在那边又喊话 喊完话 你你呛声回来 他就他就不讲了 他就乌龟王八了 他就乌龟王八了 打完这边就这样 这个没有办法那么豪迈的 所以你看 双方就直接开火 不要管那么多 还什么命令 所以大陆有些那个 军方也要学一下南韩 不是北韩的那个豪迈的特色 我就先开口打嘛 就这个 女舰长 你看马上打就开始挂掉一些人了 因为他知道你的 你 这个我记得 影评 那个网路上也有其他影评这一部的 哪怕有些大陆的那些鸟 鸟的播主 还在说希望兄弟不要打 你们找出一个和平的方法 你讲到什么鬼话了 就是有那种人 台湾问题才会这样子 这就不提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狠 因为才能把那个僵局打破 你那个强盗 他的那个阴谋啊 他才不会饥饿连山一直来 因为当时他发现他占了优势之后 美国人就跟韩国人就准备要 搞那种 挑拨中国男女对立的关系 因为他知道只要中国渗透完毕 所以他开始要先把 搞了很多那韩流进来 都是一些粉白男嘛 白男 为什么 你不是民族性强会搞白男 然后那个时候又开始在大陆 散播很多那种反北韩的言论 连大陆北京都有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建交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北韩的那个 中国大陆的那个 那个宣传是很低调的 因为他就要看你中国人的态度 所以发现中国人有两派 包含讲到韩国 那在当时都分立成两派 这就是他一模完成的嘛 那你看会害死多少人 所以他这边就 我这边给你来硬的 就打死你 让你死 对 那告诉你事情 我不会 我不会调到你韩国人的战场 因为他知道我进入那个战场 对你韩国 南韩是有利的 我北韩是不利的 那我要开拓另外一个战场 所以后面还有 就要沿平岛炮击嘛 就打过炮击嘛 只是双方都有 背后有力量在劝 劝劝 劝组就没有继续打下去了嘛 所以那时候北韩不是有一阵子很火大吗 可是他的核弹和他的那个洲际弹道导弹 事实上中国大陆有另外一派的人去支援他了 那不是俄罗斯支援 一部分是俄罗斯支援 你看那个车子就知道 还有那个什么 秀过那个华翔的弹道 他听说他可能也要有超音速导弹 那基本 那就是大陆一部分的人还在支援他们 因为他知道 中国一直分两派嘛 这个阴谋所以他就跟你打 开始漏水了 你看南韩他那个时候还有优势就是什么 战斗机马上要到现场支援 如果不利的话空中也开始打击 那你就可以知道北韩他的那个 在当时2002年的时候 实力是很弱的 他发现有点很多很不对劲 就是 他的军力不行 除了陆军之外 他的海空军是不行的 火力也不行的 然后 中国大陆他的靠 唯一的靠山 在当时有 被渗透 然后俄罗斯呢 普京呢 2002年的普京很鸟小啊 不是2024年现在正在打仗的普京啊 不是啊 这个时空曲线 在当时你怎么看看不出来 也不知道他2024年会打仗啊 那时候你看 普京只不过就是一个粉饰的比较英雄的 英雄的叶尔卿而已啦 做做秀的 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同学在讨论的时候 讲到领导人的时候 那时候全世界各个领导人都不同 普京是唯一相同的 到今天都还是他 哈 哈 2002年那个时候 他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觉得普京很鸟啊 哈 那时候还记得他 那时候我还跟同学西洛每个领导人 有西洛老江 西洛鲁普京 都是腐败耶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 北韩也一定意识到这件事情 但是他就敢先开火 为什么 这一点他的判断就完全正确了 也就是 全面局面不利 我要先开火 啊 党真就是这样啊 一定要先生夺人啊 告诉你我很狠啊 啊 刮掉你啊 刮掉你啊 他可能在后面其他地方还是 后来三八线之间那个也是会有那个紧张的那个火力对峙啊 只是在后面很不利的情况之下 那个领导人还会有讨 互相忽悠一下 所以那个什么金正恩早期的时候 不是那什么板门店会面吗 那个时候就是 发现情况真的很不利 但可能他从大陆那边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那边得到一些讯息的 就中国的另外一派要回来夺权了 把权力拿回去了 那 那 已经忽悠的时间过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就同意忽悠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金正恩前期 同意忽悠 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是 2002年的时候他是很凶狠的 那你可以看看他你也知道 呃 一几年的时候他开始在缓和的时候 后来 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 前前一阵子还见那个特朗普 啊 见川普 在之前那个金正恩上来的时候 也有一阵子是忽悠的 啊 跟文在寅在那边见面的时候嘛 那基本就是他得到消息 啊 他 得到消息 依他的特性 会软化就是他得到消息 如果他得不到消息的话 他一定是很狠的 很狠的 那 他现在又是得到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看到台湾 他又开始狠了 所以他敢无人机 现在是他无人机侵入你 清瓦台上空了嘛 然后中韩关系也开始裂竭了嘛 他觉得 好机会 所以你看那个韩国为什么一定会接纳萨德 你可以看到他非常阴险 他那个时候 南韩发现韩流开始退了嘛 韩流开始退 有人开始反韩流 他发现可能阴谋不行了 他马上就 就开始要部署萨德 可是你看他部署萨德的时候 他还讲了很多谎话来骗你 防御性啊 我们被迫的啦 还搞了一些什么抗议的嘛 假装一些人去那个 萨德那边抗议 然后再让大陆的学者 说你看南韩民众也不支持嘛 我们不用对他这么制裁嘛 可那时候大陆我记得有几个 人家说你这骗谁啊 你到最结果还是会执行的啊 那果然是执行的 那整个你回国的看就是一个骗局嘛 那大陆还有很多 当时就一堆人被撒乎乎骗到了嘛 那你看 北韩是绝对不会被骗到 因为他知道你这些动作一定是有后续的嘛 所以萨德一定是入韩啊 除非美国实力 在萨德他真的也没办法运用什么导弹威胁不了你嘛 不然的话他一定是用这个来导弹来对付你嘛 其实都很清楚的嘛 他知道你你后面的目的 所以他一定要开头要狠 你看这里 狙击手也来了 机关枪狙击手跟那个坦克炮 你这是陆军 因为他他他绝对不能输啊 我陆军上海用金方法要上海来打你啊 所以他说那个狙击手一个个点色嘛 其实这个狙击手你要给他 这是可能是演戏 我不晓得当时的那个是情况是怎么样 他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靠的有稳 而且要有好几个狙击点 让人看不到狙击手 那才是真正的独匕手 火力点让他看不到 啊这个舰长说啊 船正在沉默啊 当然啊 鱷鱼死亡翻转 一定被他咬到一定要死 哪怕旁边有你的人 他这边也是说朝鲜被他打死很多人 他因为他们火力机关枪缓击 他这边也打死一些人 然后这边也死人 双方火力一直交错 他们都是很 然后结果你看 朝鲜就一只船 南韩是很多船 然后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打六个 记录上面是一个打六个 他这边讲的是 北韩其他船很怕不敢来 就只有留着一艘来去打 他这边也是这样演嘛 但事实上是 就准备好一只 装甲最强的来跟你打 而且到最后我没他没有成哦 是你南韩成了一艘哦 你其他人六艘来来围救 你才发现美式装备不怎么样 只是他南韩这边宣称啊 我看一下他最后的那个资料 你看这边最后的战果 南韩方面宣称 南韩方面的损失是 一艘被击沉嘛 然后六个人被打死 十八个人受轻重伤 十八个人轻重伤 这是他有统计的 然后他宣称北韩 因为北韩没有 确定船没有沉 他还撤回去了被你六艘去打 那他还没有沉 但是他说他你死的人比较多 你死十三个 二十五人受伤 那是你自己宣称的 那你自己宣称的 我们客观的来看 就是看你有没有沉嘛 那没有沉的话 那个北韩早就是 准备好 我是被你六艘打 都打不破的那个钢甲船嘛 而且上面都是陆军 你那个还训练海军 他的那个是陆军来跟你打 多想杀了你 多豪迈 这是他们豪迈的地方 顺便看一下2010年的时候 这是2002年的事情 红魔鬼时期 2010年的时候 他这边又有严冰岛泡战 海战之后又有打炮战 2010年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中国 被渗透 发现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胡锦涛晚期 他发现 那时候我还记得 访问北韩的几个高官 后来都被拿掉了 被 被处理掉了 所以那时候北韩有一阵子以为 你们 你们斗掉 跟朝鲜很关系密切的官员 他也拿掉那个张什么的东西 就是他故障 就是金正恩的故障 也把他拿掉 认为你是亲中的 就把他拿掉 他是 他一定是相应回应的 百分之百 然后 把他认为权力的那个障碍 也把他搬走了 搬除了 但是他故意也是要做给你 北京的来看 大不了就来 决裂 所以那个时候 有很多人在 抨击 借机会 见风插针 然后早期 骑上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被引导 就是被前面的那个组 总理引导的 就是讨厌北韩 第一 第一站访问都访问南韩 所以那时候北韩真的下刀 他万一 真的 你立场倒到南韩去 他真的没办法 所以那时候他抛了一个 他人版本的和平统一 叫做邦联市统一 北韩马上 政治上 他绝对不落后下风了 我还记得习近平在 刚上来没多久去访问南韩的时候 北韩马上抛出邦联统一嘛 他要占 占主动权 把他做成是我的布局啊 所以那时候南韩就得寸进尺 他知道说你可能不行了 可是 后面还发现 习的态度又转回来了 那就是 大陆内部另外一派的人 抢回来 然后他还知道原本 所谓 常常访问朝鲜的那些高官 会被拿掉的原因是什么 是 那一些人本身就是 受美国人的指示 是 去 渗透北朝鲜的 渗透北朝鲜 因为北朝鲜被拿掉 那基本上 美国的兵力就压到亚绿江了 那你中国更不可能 更不可能统一了嘛 也更不可能有任何反应了嘛 所以 当时 他们又 在2010年的时候 就是在习上来之前 他马上 他那个时候发现不太对劲了 就开始打 那个盐平党炮战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啊 我们来大概了解一下盐平党炮击了 他是 10年11月 10年年尾 我那时候开始准备写黄大骨坚了 就是我准备写黄大骨坚了 还真巧 10年11 12月差不多 他11月23号 他们那个开始炮击 他说 事情经过是南韩进行力行军事演习之后 他只演习而已 然后北韩马上炮击南韩的炮兵阵地 双方互射一百多烧 一百多发 北韩总共六十几枚炮弹打到盐平岛 然后之后 双方 伤亡 他又是孤啦 南韩孤 南韩 北韩宣称自己没有死人 然后南韩是 说你至少死了五个人 因为他只死两个人 南韩是死两个人 十六个受伤 他说你至少十五个人 那个是嘴巴讲 北韩说我没死 我只宰了你 那个时候也是同样的政治氛围 他绝对不能输 他发现你又在操我后路 那个时候真的是寒 寒流最 猛的时候 所以他一定要独匕首在捅你几下 本来经过这样打 北韩还准备大规模的在板门店 要跟他炮战 结果后来是被制止了 因为那是毕竟是邓江湖晚期 好 那最后 影片最后 他这边还访问了当时 的年轻人 现在年纪也蛮大了 当时的那个 部队的兵 所以我最后我还是讲 我想要去北韩 那个主体思想塔那边看 你看这个主体思想 他肯定跟我的那个有关联 我不能只看照片 还要看跟当地的互动 跟他敬拜 你能得到六先生的敬拜 是你们的那个 确实是有料 你没料的话我是不会理你 没料的话不会理你 那确实是有料 在这种好几次不利的环境之下 你们都可以做出正确判断 那就是你们的那个 那个那个 君子小人南面经 已经真的是 经过长时间的练习 那个不是短时间练得出来的 尤其是集体的 而且你还有祖先的那个 从陈毕露以来的那个背景 陈毕露一路过来 一路到北韩的那个 金日城开始 再把它汇聚 终于 形成了这个 这是很坚硬的盾牌 你怎么渗透怎么打 哪怕领导人 腐败都没有用 能做到这样 能做到领导人腐败都没有用 可以 我们就孤立领导人 他真的孤立领导人 你看得很清楚 他正在孤立领导人 他就是怎么样孤立 就是你最胖 我们通通都很受 因为之前我怎么看 我都觉得不合理 你现在想想是不是不合理 怎么可能一个国家就只有你最胖 这是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想说 哪怕你再怎么穷也不可能 更何况你也不至于穷到那种程度 你们有去北韩的人知道吗 也不可能说是没饭吃 外船都说你没饭吃 你没饭吃一直在奚落 就是他吃最饱 但是你想想这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啊 绝无此可能啊 尤其他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那你胖一定也有其他人胖嘛 对不对 不可能你胖 你旁边的官员也瘦啊 但你只能说如果真的是穷的话 顶多是老百姓瘦 你们当官的每个都胖 肥肥油油的嘛 那对啊 那代表是什么意思 代表被鼓励的嘛 他的生活习性就特别不一样 呵呵呵呵 那其他人就被限制你的体重 你大概不能够超过几公斤 你最胖也只能到几公斤 大概是这样子 我猜啦 看你的官位能多少 所以我 我这边查一下那个 他的那个 图片周边的那个胖瘦程度 从那个胖瘦程度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那个 坚决的抑制 对 他 女儿也很胖 对 对 那个 那个 那时候捣蛋的时候很哈 你那个旁边的那个官员 年纪比他 照理来讲 年纪比他大的那个中年人 他的那个 肚子都应该出来 像我这样子嘛 那么其他都没有肚子 就他一个人有肚子 哈哈 旁边一个胖 啊 不是 这边有我看到有一个好像胖一点 但是他怕别人说他胖 他衣服穿的很宽大 但是他这个胖也比金正恩只有他一半的那个 一半多一点点而已啊 这也是老官员啊 我看了一张照片了 旁边 这个更明显 他跟其他的站在一起 年纪跟他差不多的这些 军官站在一起 那更是 那更是差 体重差很多 代表他被孤立了 他可以做成这样子 那金正恩本身发现他自己最胖的时候会什么样 金正恩本身发现他自己最胖的时候他一定是会 就像那个陈碧露里面那个朝鲜王嘛 那边会有 旧啦 旧啦 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态度对他 那他就会说我就不可以 劝你们腐败吗 这个效果就达到了 我不可以劝你们腐败吗 因为你们会很奇怪的态度对他嘛 那当他不会劝你们腐败 不会劝你们开放的时候 那就 就 就拼命的拥护他 我们很幸福 那他就停顿下来了 这个就 目的就达到了 目的达到了 所以真的是言为之国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你不要 想太多 可以 所以我那个时候金正恩他说他知道他太胖 对他身体不好 但是他为什么克制不了呢 我发现我胖 就是我说我要减肥一直没有减肥 我明天开始我只吃菊肉 我只吃菊肉 我就只吃菊肉跟水果 至少要一两天试验看看 看我怎么瘦下来 看到这个我就决定要瘦下来了 他金正恩他是被刻意养胖的 因为他没办法说我换头目嘛 万一头目被渗透 原来用这个方法可以哦 这也是那个党针里面的那个机关哦 所以我说他已经很紧密成白矮型了 至少有白矮型 有没有宗子星不知道 那至少你渗透不进来了 渗透不进来了 哦这个这个这个 原来可以使用身材 哦我找到一个另外一个高官 也有点胖 有点胖 但是他有一点胖 但他也没有金正恩那么胖 啊这而且可是这个高官他年纪有点大了 年纪有点大 中年发福是很正常的事情 中年发福是很正常的嘛 他这边是跟普京在握手的时候 双方两个大肚子啊 普京也有点肚子啊 普京也有点肚子啊 普京有克制啊 可能普京有运动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哦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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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看了很多张照片了 比对他周边的高官 没有就 然后他最早来的是 最早 当领导人的时候 最年轻的领导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很胖啊 对啊 那时候 只是开始有一点胖 但不怎么胖 而且他那个时候年龄很 很轻啊 三十几岁吧 他年纪很小的时候 年纪很轻的时候 就当领导人了嘛 要世袭的 那时候还很瘦啊 也很正常啊 整一整还可以变成 那个南韩明星那一种哦 那种那种那种粉白脸的 整一整的话 可是 他在北韩就被整成那样子 哈哈哈哈 目的是什么 啊 目的我知道了 啊 我知道了 那个炎回之国嘛 炎回 咬不起 怎么样被渗透都渗透不了 那绝对 他绝对想当格尔巴乔夫也当不了 他想当格尔巴乔夫 解散他的国家都没办法 没办法 而且反而还会倒过来乖乖的 我就很强硬 对外很强硬 然后底下就发现你家很强硬 我们就好幸福啊 好 那大家都幸福 我了解了